啊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以太坊开发基础系列课程 我是对老师 那本期课呢 我们将开发一个以太坊的钱包 啊 那么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呢 我们进行一个工程的一个搭建啊 然后分别去穿进它的后端和前端啊 最后的进行一个测试啊 那么现在我们来先来看一下啊 最后的完成的一个效果是怎样的 那么我们先来啊 搭建一条私链啊 那么搭建以太坊私链的这个过程呢 我们在之前的课程中有讲过啊 不了解同学呢 去啊先看一下之前我们讲的搭建以太坊私链啊 那么现在这里呢 我就直接去啊 启动一下我的这个私链 好 首先啊 在我当前的这个目的结构下呢 啊 我建了这几个文件啊 一个init s init 这个sh 和startsh 啊 这个分别是用来啊 进行一个啊 私链的初始化和启动啊 那么这个初始化呢 我这里是使用这个啊 dansys的json这个配置文件进行的一个启动啊 那么这个配置文件可以来看一下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文件啊 之前我没有啊 讲解过这个文件啊 这样我就不多说了啊 那么现在我们直接去使用这个json的来去初始化一个我们这个创始块 啊 现在我已经有一个文件啊 把它删掉 好 那我重新来做一下 我们使用这个 json的json的进行一个初始化啊 那这也我已经写好一个初始化的脚本文件 使用这个init ssh sh 好 我来看一下这个脚本的内容 啊 他呢 其实就是使用json呢 啊 这个命令啊 根据这个脚本呢 根据我们的这个啊 这个json的啊 进行一个初始化啊 那么他会使用我们的8545端口 好 现在我来执行一下这个初始化的命令 ok 执行完了 那么执行完毕之后呢 可以看到在当前就会创建一个testnode这样的一个文件啊 在这个文件里面 啊 就会保存我们的这个啊 区块的数据和我们的账户的数据 好 现在呢 我们来启动我们的以太坊啊 测试的客户段 好 启动起来啊 启动起来之后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当前有没有账户 啊 可以看到当前我们还没有任何的一个账户 啊 那么我们来创建几个账户 好 我们有一个account 啊 密码呢 模式 111 不用选这一体是啊 直接Postnode就可以了 Postnode.n啊 你有一个account 啊 密码是101 好 我们新建一个账户 啊 然后呢 我们再去创建一个账户 好 现在我们有两个账户了啊 来查看一下 啊 两个账户 然后我来查看一下这个账户的余额啊 get balance 好 现在查看一下第一个账户 啊 可以看到他里面啊 现在还没有任何的这个以太币好 现在我们来开启这个挖矿啊 这台 啊 我们来这个 这个挖一些矿出来啊 产生一些以太币好 我们再开启一个窗口 好 好 那么我执行这个attach的命令啊 attach呢 他可以 我们可以看一下 啊 他里面其实就是怎么样 把我刚才启动这个8545呢 啊 这个客户单啊 连接起来 好 那在这里呢 我们来开启这个挖矿 好 manager start 开启挖矿 好 那么开启挖矿之后呢 我们来查看一下啊 我们在这里来查看一下看看是否能够挖矿 get balance啊 我们来查看一下 bth accounts啊 零 啊 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挖到了一些啊 以太币 啊 这样呢 我们这个4件就已经搭计好了 好 那么搭计好之后呢 我们把钱包啊 启动起来 好 我再开启一个窗口啊 进入到我这个啊 钱包的目录里面 啊 这里我启动一个8081的端口啊 我们在六两期打开 localhost 8081好 现在我可以看到我的钱包啊 而且钱包里呢 可以看到刚才我们新建的这两个账户啊 0x153c和0x2805 来查看一下 accounts 啊 啊 0x153c和0x2805 这两个账户啊 来刷新一下呢 你就可以看到啊 那么第一个账户他的这个以太币啊 突然在不断的增加 啊 因为我现在在不断的这个挖矿 好 好 那么下面我们来进行一个转账啊 因为第二个账户没有 一台币啊 那我就通过第一个账户呢 向第二个账户进行一个转账 from我们的05 啊 这个153c到2805啊 我们转 转多少呢 转10个啊 一台币 密码啊 那么我第一个账户的密码 记得是111啊 转账 啊 可以看到 那么第二个账户马上就有10个以太币了 啊 我们还可以去添加新的账户 那么在这里我们只需要输入他的一个密码 啊 点击提交 啊 那么就会产生一个新的 账户啊 并且呢 可以给这个新的账户进行一个转账 转账 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功能啊 好 下面我们就来实现一下 以太坊这个钱包 好 首先呢 我们来去创建一个工程 啊 把当前这个我先给他 嗯 我们当前这个给他停掉 好 首先我们去创建一个工程 啊 我进入到桌面 然后呢 我们去 创建一个目录 啊 这个我们就叫做 就叫做什么呢 eth wallet 好 进入我们的钱包 然后呢 我们使用npm进行一个处始化 啊 因为我们会用到 啊 会用到这个npm来安装一些包 好 好 那我们来安装一下 首先呢 我们需要安装一个就是 啊 web3 3 好 我们的这个web3安装好了 安装好之后呢 我们来 去 建一个文件啊 那么web3安装好 我们还需要去安装一下 express啊 啊 因为我们会用到前后端交互啊 所以呢 我们使用express来做这个 啊 服务器 好 express安装好 好 然后呢 我们把项目在编辑里打开 啊 把刚才我们的这个 wallet 在冰箱打开 啊 那么同样的我们还是 来去建一个文件啊 然后帮助我们来获取web3 好 建一个get web3.js 啊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来获取一下web3 有一块啊 web3 首先呢 来 顺便一个web3的变量啊 那么来判断一下 啊 判断一下这个web3是否存在 啊 那那么他如果是不等于on defa 啊 有他也就是说呢 他存在啊 那么存在的话 啊 那么我就直接把这个web3呢 就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你有一个web3 啊 就使用这个web3 啊 current provider 啊 否则的话 啊 我就去创建一个新的对象 啊 new一个web3 new一个web3.providers httcp 啊 破完的 好 然后呢 把它导出出来 好 这样我们就封装好了 这个web3 啊 这样我们在其他地方去使用的时候啊 就可以直接去 啊 require getweb3就可以了